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據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 2022年7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 中共當局威脅訪問上海的美聯署高級官員的家人 竊聽他們的電話和電腦 並從他們在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式微信上的帳戶中 複製了其他美聯署官員的聯繫方式 這個行為令外界大為震驚 據這位美國官員講述 中共當局試圖從他的口中拿敏感的非公開的經濟數據 並堅持要他就如貿易關稅等敏感的經濟問題 向中共高級政府官員提供建議 而當時美國和中共正陷入貿易戰 他們強迫他喝酒並試圖令他承諾未來再度會面 以便他們收集更多經濟情報 雖然這個事情令人不安 然而這個只是中共最近十幾年來長期 事無忌憚的安基做法的冰山一角 它的目的是破壞美國的經濟政策 推進北京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步伐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前亞太區負責人米歇爾·朱諾卡特蘇亞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指出 中共政權對外滲透手法 所具備的典型特質是內心和徹底 中共有能力以非常全面的方式開展工作 卡特蘇亞認為中共沒有民主選舉程序 沒有法令領導曾下台 因此他們知道他們今天種下來的東西 將能在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後收獲 他們在此放牆先釣大魚 2022年7月 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警告稱 美國聯邦、州、地方、部落和領土各級領導人 幾乎都無法避免被中共政權操縱 以支持其議程的風險 中共政權通過利用與美國官員的關係 突然向華盛頓持續施壓 用中共自己的口號來說就是以地方包圍中央 北京迫使華盛頓支持有利於中共政權的政策主張 比如深化雙邊經濟關係 壓制對人權記錄的批評 卡特蘇亞在接受訪問時這樣批評中共間諜 他們非常非常有耐心 他們有時間 他們的決心和專注程度不是一般的 從中共情報人員變為反逃者的人 向卡特蘇亞詳細講述了他們是怎樣 被指示在西方世界做5到10年的模範公民 並且在社會上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說當他們部門或警方 試圖進行背景調查時 他們完全一無所獲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 他們是非常非常深入的臥底特工 台灣維吾爾族法輪功天安門廣場等 這些都是中共所謂的敏感詞 並且這些敏感詞多到數不完 中共政權明確表示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它地方 任何人都不得違背它 3月28日 就在國會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共和黨籍 新澤西州聯邦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 提出的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的第二天 一封來自中國大使館的參贊周正 他的憤怒郵件就發送到這位中醫院助手的電子油箱裡 周正以典型的中共方式要求美國停止 毫無根據的操作和反華舉動 停止推動這項立法 史密斯議員稱電子郵件中的說法是 明目張膽的離天大方 史密斯對《大紀元時報》說 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族人因為器官而被殺害 據我們所知 每年都有數萬人被殺害 這是謀殺 這是危害人類罪 在史密斯收到這封郵件的幾個星期前 中國大使館的參贊李祥 還警告眾議院議員 不要在台灣總統蔡英文訪問洛杉磯期間和他會面 愛荷華州聯邦眾議院阿什利 身心告訴《大紀元時報》聽 你不能告訴我 我可以見誰不可以見誰 竟然有人膽大妄圍到 認為他們可以給我發這樣的一封郵件 並威脅和恐嚇我 這個簡直難以置信 加拿大國會在野保守黨 港裔議員莊文豪 曾以影子外交部長的身份對抗中共的打壓 在2023年5月得知 中國駐多倫多領事館官員趙毅 一直在收集他住在香港的家人的資料 雖然莊先生多年來一直有意切斷 和家人的聯繫來保護他們 2023年7月 就在美國政府官員醞釀更新 2022年10月推出的 志在削弱中共晶片產業的限制措施之際 總部設在美國的半導體行業協會貿易組織 呼籲拜登政府避免進一步限制對華晶片銷售 截至2020年 約有6000萬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境外 每年有幾十萬中國學生出國留學 卡特蘇亞說 這些海外華人一直處於中共前線組織的監視之下 這些組織向當地的中國領事館或大使館報告 成為擴大政權議程的棋子 9月在紐約的天安門事件紀念館 眾議員美國和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籍威斯康辛州聯邦眾議員 邁克·加拉格爾對記者說 我們所有的國會成員和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是中共國家安全部和統戰系統的目標人物 很難真正理解中共間諜活動的規模和範圍 加拉格爾眾議員說 由於荷里活被中共收買 很多情況下 沒有電影能夠勇敢地站出來 幫助觀眾正確看待這個問題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 他認為中共的政治干預正全面發生 他希望令他的同事 了解中共間諜和統戰工作的性質 以便他們能更好保護自己免受其害 他認為揭露中共秘密政治行動的任務 就好比試圖對付一個被西方養大的怪獸 然而妖精已經從瓶子裡出來了 沒得回頭了 所以他相信只要西方國家團結起來 形勢會有改變 雖然這個需要時間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Eva Fu 報導 信譽編譯 您所說的